中秋節是一定要吃油 可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白油皮之後一定要記著要洗手 皮膚科醫生標示 因為油皮裡面有一種氣氛類 在無性化學物 如果留在皮膚館店 經過日後來吃 會產生敏感性的皮膚鹽 讓中心智會作成戶櫃手 所以白油是最好是掛手 如果沒有白後一定要洗手 中秋節除了 相機吃給餅乾 一定會吃油 然後再去準備好手套 太麻煩了 比較有即時性 過之前洗手 洗柚子 然後洗刀子 然後切切剝一剝 就這樣 不過在白油皮之後 一定要記著洗手 有皮膚科醫生就發現 一般在中秋節過後 手的紅腸流皮來救這個皮膚 都會增加一兩聲 因為油皮有七分類的這種 十分性化學物 如果留在皮膚上 經過列頭 下廚的進行 會刪成更敏感性的皮膚鹹 甚至變成富貴 柚柚柚柚子 那他們裡面的化學物質 如果說你剝了以後沒有洗乾淨 塞到指外線 它會出現斑斑電燃或一條一條的 這個所謂的色素沉澱 他請說青春是鑑馬 雷鳳 以外這種 感極力的水果 它的表皮都有清潔的光靈 它把皮膚表面的皮膚帶射掉 做成溜皮 所以建議皮膚比較敏感的面臟 這個被油外時尚是大秋冬 但是感覺這樣是不方便 這樣變成了以外紀的 把手洗乾淨 記者綜合報道